2023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失赛首轮 李子佳就要对上来自中国的陆光组 这是一场男单的重磅对决 在去年的澳大利亚大失赛上 两人就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场比赛李子佳在先拿下一局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不敌陆光组 遗憾败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比分战成了11.6 陆光组还是领先的一方 随着这一球的落地 李子佳开始的追分 见类球 李子佳一直压陆光组的后场 迫使陆光组不停地出现失误 李子佳连追了四分 跳杀对角的下方 在这个阵台相识当中 陆光组滑开杀对角 抓住机会的往前鼓杀 李子佳反超比分 同时通出了一波7比1的得分高潮 嗯出底下 漂亮 这个球回放回抢的质量很高 好球 好球 李子佳以强大的攻击能力 我自己连续 进攻打得很连贯 这边是有一点偏差的 这个球接八球 漂亮 这是 李子佳的一个 这边是一波特杀战的 他在一波一辆手上 他在一波二辆手上 他就要一波一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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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波一辆手 是在中田場的速度 是在回放之後自己的主動 跳到後上 關鍵球的爭奪 李子佳連續的出現失誤 有些著急 心理素質有待提高 漂亮 這明顯 劈掉往前 李子佳拿到局點 給到對角 看這關鍵分 和李子佳自己的失誤 比分20比20平 下往失誤 李子佳以22比20拿下的第一局 看到機會之後 緩排發力 尤其是關鍵球的那幾個失誤 差點通失好局 第二局的前半段打得很焦重 比分來到10比10平 轉折 從這裡開始了 尖些回來被對方連續的得分 漂亮 回球不到位 北路方組跳殺斜險得分 好球 這球防得質量很高 第二局路方組加快了步伐 面對李子佳的殺球也有所準備 或是李子佳不斷失誤 比分被拉開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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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佳進攻 還是非常頂尖的 漂亮 在後面這幾個進攻 明顯效果更好 好球 大比分落後之後 李子佳有些被動 打得不夠積極 得分的手段有點單一 好球 直接發球下網 陸光祝以21.15追尾一局 再來看看決勝局 決勝局 李子佳上半段底分還領先 隨著這兩個球的失誤 陸光祝成的比分 一個分倒是比較糾結 漂亮 正往最後一圈 快步 惜了 追封 讓他讓他回顫 拿去 太多了 十分性 非常的適合 是 在華爾街issy的 他 超過 勇敢 和一個 往前還是15 戰術會思考變的不明確 全球賽只是熊維賽一戰 是級別最高 歷史悠久 球員妹非常看重這個比賽 占優了 好球 就是出了邊 20比15 路光組拿到賽點 打三局 也行吧 多打一局給自己一些鍛鍊的機會 回球下網 路光組以21比16拿下了第三局 大比分2比1拿下比賽 大比分是 綜觀整場比賽 李子佳總是在關鍵球的爭奪出現很多的失誤 落後的情況下也容易慌亂失誤 分差較大時還經常放掉比賽 李子佳的實力還是非常強的 只要提升一下心理穩定性 成功復仇的概率大大增加 球迷朋友們 你們怎麼看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 他們都可以轉向